台大經濟系最近在進行學生正負會長的選舉 那就有候選人提出16項政見當中有超過5項都涉嫌歧視 被選委會緊急下架 台大經濟系大醫生 陳姓和謝姓候選人組合 政見在網路掀起討論 不少族群都被提及 像是LGBTQ與狗不得在會中辦打手遊 原住民喬生 體育生減少入學名額 大四畢業母胎單身要結紮 甚至BMI20以上禁止搭電梯 舞會進觸男更有不少政見涉及男女性身材歧視 當然是傻眼 當然是不舒服 但是也畢竟是選舉公報也沒辦法 他要講哪一條我都覺得印象深刻 因為就是突破那個道德下限 我就覺得很幼稚 他們就是可能就覺得在搞笑 然後再就發上去 但是他也有拉過我 就是給他們投票 網路發酵後 選委會第一時間 將歧視內容從政見欄移到副錄欄 並加註呼籲斟酌閱讀 他就可以想想這樣子18歲長大的孩子 在我們從小到大的義務教育裡面 尊重人權還有包括性別平等LGBT等等 這些議題跟概念在校園現場 其實很少被討論 事後兩位候選人發表聲明 表示對各族群以及社會大眾 至上最深的歉意 由於自己不成熟的行為 以及開玩笑尺寸拿捏不當 造成許多不該有的傷害 也會停止選舉相關的一切活動 並且對自己的言行進行負責 台大經濟系也發出聲明 強調已經通報台大信評委員會 會針對兩名學生做懲處 三星有黃成博 下方名台北採訪報導